气象局在11号是针对中台梅花发布的海上警报 预估在12、13号两天最接近台湾 而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 雨势是集中在北部和东北部 花东地区在15号之前 则是建议吸带雨具 留意短暂的阵雨 沿海需要留意长浪的发生 预计台风在14号北上离开之后 15号花东地区又将会是炎热的天气 今年第12号中度台风梅花 气象局在11日上午已发出海上台风警报 周一周二最接近台湾 从12日到14日清晨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 各地容易下雨 雨势集中在北部、东北部和中部山区 花东地区在周三14日后 又将会是炎热高温的好天气 整个12、13台风还在我们这边 然后到14的时候它就远离了 我们花莲这个地方 大概就比较偏东风或是东南风的时候 大概就没什么水气影响我们了 所以整个天气大概就是在12、13的时候 天气比较不好 不过基本上这个台风已经比较偏北的时候 对我们来说水气也不是那么多 就是还是会有一些偶尔的局部地方 可能山区还是会有一些震雨这样一个情形而已 所以我们来看这一周的天气情形 我们可以看到温度大概都持续 温度已经不会太高了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持续已经进入秋天了 所以我们的温度高温大概都在32度的情形 那早晚的时候温度可能就比较低 有时候低到24度、25度一个情形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在12号、13号的时候 我们还有可能会受到一些台风外围的影响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13号 其实花园的雨就相对的比较少 然后后面几天大概都是一个比较多云到晴朗 然后可能有些地方有一些午后阵雨的一个情形 所以未来这一周大概比较天气不好的 就是12、13这两天 然后后面天气应该都还算不错 气象局表示16日之后台湾天气转趋稳定 各地大多为多云稻情 午后东半部地区及山区则有举步雷震雨发生 提起民众台风环流影响 沿海仍有长浪发生 也应避免山区活动吸水暴涨 导致生命财产受到威胁 记者长邦彦理事报导